警方巡邏在路边看到一辆可疑的共享汽车 就在街头展开拦截围捕 车内乘客全被拉下车 原来这群恶煞涉嫌路人殴打 看到警察还想找遍人立刻被压制在地 卢人事件发生在十二号晚间台北市北投区 当下好几台警车和远警都感到现场 民众也都吓了一跳 被害人当时来到住家要帮忙装潢 结果却遭到设局当场是被人压上车 警方调查发现田信被害人从事装潢工作 上酒店完欠了一百六十万 躲了三年 诚信男子帮忙追债 假装自己要装潢 在社局路人殴打 造成对方四肢擦挫伤 警方依妨害自由和伤害罪嫌 移送偵办 只是债主辛苦招了三年 这下酒店的酒钱依旧还没讨回 三地新闻重演 林云军台北总报道